所有境外人士在内地隔离期间掀起风波 不过今次不是闹事 而是被指受到当局特别优待 片段最先由青岛当局发放 宣传社区派出了翻译人员 为一对居家隔离的美国情侣 提供一对一全面服务 买菜、买猫粮、收快递 通通有求必应 不过这些当局认为很贴心的服务 反而换来网上清一色责物 普遍网民质疑 这样是超国民待遇 又说防湖北人好像防策一样 为什么甘愿做外国人的狗 问难道青岛还是租界 当地防控指挥部解释 只要是合理要求 工作人员都会尽力满足 强调这样是人性化的安排 至于有没有一对一服务 就要视乎个别屋苑措施 不过民众对回应仍然不收货 质疑换了是内地人 就没有这样的待遇 工作人员都说要喝矿泉水 要把会计寄了 这不是你家里的事 又说现在看回之前 由意大利回来的中国留学生 要求饮矿泉水而被警告 是相当冤枉 事实上外国人疑似受优待的情况 并不罕见 南京日报上个月中一篇报导 介绍了七夏区 怎样贴心服务当地近700个外国人 包括每日送上新鲜面包 收了20几次快递 以及为外国小朋友 送上生日蛋糕 类似事件都被质疑 当局是特别为外国人开绿灯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对此回应 说居家旁边的人需要更多关心 而街道办的服务 是基层治理的正面表现 但强调中外人士应该享有平等权利 尤其是防控层面 他又说中国人会逐渐形成 对外国人的平常心 相信有关外国人的话题 将会逐渐失去敏感性 根本是有根本人的死亡 王省